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Li平方 L是它的质感系数 那么还有一种呢 它是2μ0分之1 B平方 Tos体积基数 体积基数 OK 那么 这个 2μ0分之1的B平方 这个叫磁能密度 那么这个表示方法就是说 磁能储藏在电流里面 有电流的话就有磁能 而这个的观点就是说 有磁场的地方有磁能 那就磁能储藏在磁场里面 那么用这种方法求磁能 你要求自感系数 有这种方法呢 却不要 所以我们就可以由这两种方法里面 我们导出一种求自感系数的另外的一种方法 那么也就是说自感系数啊 我们有一些方法 我们有一些方法 一个就是N5 overI 另外一个呢 就是由这个地方得出来 两倍的 WM overI平方 这两种求自感系数的方法 我们今天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这样子的 好 这是一个螺线环 不过这个螺线环呢 它这个环里面呢 它不是圆形的界面机 它这个时候的界面呢 是一个 长方形的 一个长方形的 这样子的界面 那么 我们在这里绕了 一扎又一扎的线 这是绕的垫线 好 这个线呢 一个进去的 这边是出来的 绕了一扎 这个没有断 我是等于要画这个 界面上的 面积基数 跟体积基数 我故意把它 画断掉一点 那总共有N扎 它的扎数 有N扎 那么 这个螺线环 这个半径 这个半径是RA Y半径是RB 那么它的高呢 是H H 我们现在要求 这个螺线环 所储藏的磁能 当它的电流 从零增加到I的时候 它所储藏的磁能 是什么 这个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做呢 我们有两种方法 两种方法 第一种 我们用自感系数 就把磁能 当做是储藏在 电流里面 方法一 我们把方法写出来 我们说这个磁能呢 是储藏在 电流里面 这个符号要注意哈 各本书用的不一样 Holiday那本 好像是用U 用U来表示 好 你要用这个式子呢 你要先求 螺线环的 要先求螺线环的 自感系数 好 自感系数呢 它是等于 自感系数 它是等于这个 等于这个式子 然后呢 我们就要求它的 flux 那么flux呢 是等于 magnetic flux 是等于B.da 等于B.da 那么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取DA B场就是 螺线环里头的B场了 那我们先把B场求出来 B场 那求B场呢 我们是由 已经求过了 所以我这里不做 由安培定律 由这个式子 来求 我们可以得到 B场 B场 在里头 它是等于这个 我说过这个 你一定要记起来 等于这个 在这个环内 然后呢 我们取DA 因为这个 就是在这个环里面 是这样子的 它是这样子的 看你这个电流 是怎么流 这么流的话 就是这样子 如果都是这样进去的话呢 它就是 这样子 它是这样子 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是这么流 这么流 好 那么我们 取这个面积啊 因为flux 不是从这里 钻出来 就是钻进去 所以我们这个面 不是向外 就是向内 所以我们现在 取这个 取DA DA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 我们在这里 这里取一个 这个半径 是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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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我们再取一个 半径为R 加DR的一个圆 那么就开始有一个面 那这个 这个距离啊 是DR R的增量DR 所以它是等于什么 H 这个高度是H H乘DR 好 而且呢 我们取DA 跟B场平行 好 然后 我们就把这个 带入第三次 带入第三次 我们就得flux 要等于 因为这两个 同方向嘛 所以它就变成纯量 然后 这个成这个 我们把常数项提出来 2π 做分母 分子呢 是μ0 N I H μ0 NIH 然后 7分号里面 是R分之DR 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界面 全部都 积到 所以它就是从RA 到RB RA from RA to RB 那这个很容易记啊 这些是常数 μ0 N I H over 2π Natural logarithm RB over RA 这就是它的 flux 好 flux OK 好 flux 求出来了 我们带入第二次 求它的自改系数 带入第二次 求自改系数 那么我们就得L 等于 这里乘N 再被I来除 它就变成2π μ0 乘一个N 就是N平方 I就没有了 那就变成Log RB over R A 这个就是自改系数 好 然后把这个自改系数啊 带入第一次 我们就可以求出 磁难 出来 带入第一次 我们求磁难 Magnetic Energy 被二来除 然后乘一个I平方 那就是四倍的 π μ0 N平方 I平方 H Natural logarithm RB over RA 这就是磁难 就做出来了 OK 好 这个是由 这个方法做 好 我们现在由第二个 用第二种方法来做 第二种方法来做 要记住这个 我们第二种方法 不经过这个 不需要用这个 等到我们把磁能求出来 我们再用磁能来求自改系数 看看跟这个一样不一样 好 现在我们看方法二 方法二 你把这个 你把这个 写出来 我们要用的这个石子 这个符号一定要写 第一个石子 就是无限大的空间 包含所有的空间 好 那这个 One prime 然后你要求 要用这个石子 求磁能 你要求什么 磁场 对不对 磁场 磁场跟这个方法一样 我们有安培定律 一样的是 有安培定律 我这个是因为做过了 所以我就这么写 如果考试的时候出来 你要把这个球出来 要用这个石子算出来 OK 得 B场 它是等于 μ0 N 2πR 分之 I 好 这个是 管内 管外也要求 管外是零 为什么 这个要求 管外跟管内 这个不要 因为这个地方 它是包含所有的空间 那么我们一个 螺线环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就把空间 分成管内 这个都算管外 都算管外 OK 这应该是弧形的 好 那么现在管外是零了 那只有管内有 那于是我们机的时候 这个就分成两部分 一个管内管外 管内就是零了 我们不要写了 就写管外就好 不过现在还要取低套 体积的基数 我们求体积基数 取体积基数 取 低套 这个要怎么取法呢 我们这样取 我们这里 就是半径为R的一个 圆 我画得不好 这个连在一起 那么 总共有这么高了 然后再做一个圆 这个画得很糟 好 这个是半径为R加DR的一个圆 圆 那么高 这么高 这么高 OK 这么一个一块体积 那这个体积呢 是什么呢 我们说这个体积啊 就是低套 好 我们低套等于 二拍R 一圈 圆周长 乘上H 一圈乘H 就是 这一面的宽度 再乘上DR 就是一个体积 好 然后我们就把这些值 带到这里去 带入一式 那我们就得 Magnetic Energy 是R μ0分之一 注意这个B 磁场 它有平方 我们做的时候啊 常常常会把平方给漏掉了 不要漏掉它 然后就 μ0 N over 二拍R 乘上I的平方 然后再乘上 二拍R H DR 好 那么这个 R从 RA G G到R B 那我们就看这二拍 平方 跟它约掉一个 二拍就剩下二拍 乘上二分之一 就是 四拍 好 四拍 然后μ0 平方 跟这个约掉一个 剩一个 然后N平方 R I平方 这里有个H 这个是常数 好 里面呢 积分号里面就是R 平方 跟这个R约掉一个 R DR 从RA 到RB OK 那么 我们就把这个 G出来 这个G出来 就得到这个值了 μ0 N平方 I平方 H over4π natural logarithm RB over R8 你看这个词能 跟这个一样不一样啊 一样啊 用这个方法做 当然同一件事 同一个东西嘛 应该是一样嘛 好 我现在磁能求出来了 我可以用磁能来求 这个螺线环的质感系数 次开系数 我们用这个式子 L 等于两倍的磁能 被I平方来除 那你这个 被I平方除 这个没有了 再乘个2 就变成2π 它就变成 2π 分子 μ0 N平方 H natural logarithm RB over R8 你看这个 跟这个一样不一样啊 是一样 对不对 所以呢 求质感系数啊 有时候你由这个 质感系数的定义 很难求 因为它那个N啊 N其实不是代表 它多少磁数 它是代表 磁通的链 磁通 把你这个 环的链住多少磁 实际上链住多少磁 那个叫磁通链 叫做flux linkage 那你们在二年级就会 比较深入一点的 去用这个式子 好 那么这是一个立体 我们现在有一个 同轴的 圆柱壳 同轴的圆柱壳 它呢 是这样子的 我们先画在这里 无限长 它是无限长 我们当然没有办法画 无限长了 它 这个是无限长 我们只能画一段 那么这是无限长哦 这个是A 外面这个是B 它现在的电流 它是从 里头 比如说 从这里进去 I 然后从这个 外头出来 这个I 就是这个周围都有 然后这个外面回来 是这样子的 那现在我们要求 除长 单位长度 因为它无限长 无限长的话 它的磁能一定是无限大了 我们现在要问 它每一公尺 除长多少磁能 求 同轴 圆柱壳 单位长度 它除长的能量 它除长的能量 的磁能 好 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这个是无限长 这无限长 无限长 我们现在 先求这个 我们把这个 磁能的式子写出来 我们现在 用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比较容易做 因为这个磁场 我们都求过 在这个里头的磁场 我们现在可以 由安培定律来做 由 安培定律来做 得 磁场 磁场 在这个里头 它是等于 我们写一下它的 方向好了 我们 我们把轴当作是 Z轴 它就是等于 2 π R 分之 μ0i 好 那这个是 在A跟B之间 好 那么 小于A 小于A 跟大于B 这个空间 就是 里头跟外头 磁场都是零 因为它的 I am closed 是零 等于零 好 这个是 R 小于A 即R 大于B 的空间 因为这是 无穷大 这个是 包含 所有的空间 那我们就应该 把这个 两个 区域都写出来 其实它是 包括三个区域 好 那现在只有 这个区域有 只有这个 R 大于A 小于B 的区域有 那现在我们要取一个 D 套 那D 套怎么取呢 D 套 D 套就是 我们在 我们在这里 取一个半径为R 的 圆圈 再取一个半径为R 加DR的圆圈 所以它不是圆圈 我们要取 一段 长 这个也是一个 好 那么 我们就在这里 有一个 有一个体积薄薄的一层 薄薄的一层 圆柱壳 薄薄的一层圆柱壳 这是一个圆柱壳 那么这个半径是R 里头这个是R 外头 在这厚度是DR 所以它的 然后我们取它的长度 因为它无限长了 我们只取 只取一段 L长 只取一段 L长 好 那这个是等于 2 πR 一圈 乘上L 再乘上DR 这就是体积 体积技术 怎么取体积技术 怎么取面积技术 这个你们自己回去 要参悟出来 都在取这个东西 要积分做的话都要取 尤其你们到了二年级 你电磁学 你不会取这个 那你就看到题目发呆了 一定要把它 悟出来 OK 我就做给你看 那你要从这里头 悟出这个道理出来 它有长度基数 有面积基数 有体积基数 什么形状的体积基数 要怎么求 什么形状的 面积基数 要怎么求 你都要去 把它悟出来 悟出来以后 你把它整理一下 或者你们可以几个同学 一起讨论 讨论出来以后 去把它记住 好 我们把这个带入 第一次 那我们就得 Magnetic energy 2 μ0分至b长 b长是这个 大小是这个 然后称上2 πr l dr 那r呢 从a到b 从a到b 那这个很容易 你把常数 先把它 拿出来 我们把这个常数 拿出去 2π约了一个 那就是4π μ0 约了一个 它就剩下一个 然后i 平方 然后有个l 然后呢 这个里头 就是r分之dr from a to b 这个一下就做出来 它就等于 4π 分之μ0i 平方l natural logarithm b over a 好 这个是词难 但我们要求的是什么 单位长度的词难 单位长度的词难 magnetic energy 被l来除 你l长的一段 有这么多词难 那被l除呢 就是每一公尺 有多少词难 所以它这就变成 μ0i over 4π 然后natural logarithm b over a 这个就是词难 那么它的单位当然是 9r per meter 每一公尺 有多少胶耳 这是求词难的方法 好 我们现在再看一个 求护感细数的一个例题 它不止一扎 它是n扎 但是呢 n扎绕得很细 这个是 这个上面有电流 有电流 好 电流 是这个方向 i 总共 i want 总共有n扎 n扎 它的 半径 它的半径 我们假定是 r1 r1 好 另外有 一个线圈 也有一个 也是线圈 它跟它 同心 同心的线圈 是这样子的 好 这个是 n扎 它的电流 是 i2 那么 它的半径呢 是 r2 r2 那么 r1 远大于 r2 原大于r2 现在要问 这个 两个线圈 在一起 已经 大小规格 两个的 呃 配置 位置 都已经决定了 那么 它的 互感 系数啊 就决定了 我们现在 要求 二线圈的 互感 系数 二线圈的 互感 系数 好 我们现在 呃 怎么做呢 我们就 看 我们把 第一个线圈的 电流 i1 它产生的 磁场 经过i2 有多少部分 ok 我们求这个 所以我们 现在是说 我要求的是 第二个线圈的 flux 但是它是由 第一个线圈的 磁场 所产生的 那它当然是跟 第一个线圈的 电流 成正比 好 那么写成 等号的话呢 就加一个 比例 常数 m2 1 那么 主要是 第二个线圈的 这个 词通 那么第二个线圈呢 总共有 n2 扎 于是我们就 把这个诗子 写出来 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呢 m2 1 m2 1 它是等于 n2 5 2 1 over i1 好 n2都 确定了 确定了 那 i1 也知道了 等于 它告诉你 i1 那你不知道的是什么呢 5 2 1 那我们就求5 2 1 5 2 1 它的意思就是 第一个线圈的磁场 经过第二个线圈的 词通 那就是 b1 dot d a2 好 b1怎么做 b1 那我们就看这个 这个线圈 这就等于 我们以前讲过 一个圆形的线圈 它在轴上产生的磁场 我们学过 对不对 我说这个数字 很重要 你要把它 记住 好 那么 i1 在 圆形的这个地方 产生的磁场 好 这个磁场呢 圆形 圆形的地方 不是等于这个吗 对不对 对于这个 好 那么 它只是圆形呢 可是我们这里有一个假设 我们有个假设 r1 远大于r2 远大于r2 那就是说 这个大的不得了 这个好小 好小 于是我们就当作 在这个里面的磁场 妈妈呼呼 当作是常数 就说 这个磁场 在这个里头 它的变化 不显著 你 不容易分辨出来 所以就把它 妈妈呼呼的 当作是 常数 远大于r2 或者说r2 远小于r1 那么 所以 小圆 小圆 里头的这个 小线圈 B1 B1 只变化 不显著 没有显著的变化 所以 把这个B场 当作是 通通一样 就跟原心里头的一样 就当作是跟原心里头的一样 B场 那就 就 就说 在原心里头的部分 差不多都一样 OK 好 那么 有了这个以后 我们就可以求 磁通 我们把这个 我们 选择好了 我们选 DA2 平行于B1 好 那么 所以 把这个 带入 那个是第几诗啊 第二诗 第二诗 我们就得 flux 2 1 要等于B1 乘算 DA2 好 那么 B1呢 这都是常数啊 这个都是常数啊 这提出来了 2 R 1 分子 μ0 I1 DA2 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πR2的平方啊 R2平方 R2 好 我们把这个 写 R1 μ0 π I1 乘算R 2的平方 好 然后把这个 我们是不是 再带入第一诗 把这个带入第一诗 flux就出来了 我们把它带入第一诗 Mutual inductions 它就是等于M21 也等于M12 OK 好 它是 flux 2 1 被I1 除成I2 被I1 除这个就 没有了 这个N N跑到哪里去了 所以有个N 这里少了一个N N1 I N1 I1 N1 I1 就写 就写这里 好 好 那么 被I1 来除 没有I1了 再乘一个N2 它就变成R1 Mu0 Pi 这个没有了 N1 N2 R2 的平方 Mutual inductance 就是这个 单位就是Henry 亨利 OK 那么 我们可以 给一组数字看看 那么Henry的另外一本书 它有 给我们这个 有这个例题 如果这两个 线圈的扎数 都是1200扎 那么 R2 是等于 1.1个 cm R1 是 15个 cm 那M 等于多少呢 一直把这个值都带进去 你们学会带 这个是多少 这个你要用这个做 4Pi 分至Mu0 等于10的7次方 所以Mu0是多少 4Pi 乘10的7次方 就是12.57 乘10的7次方 你这要用熟它 好 我就写这样好了 4Pi 乘10的 7次方 然后乘上Pi 然后1200扎 再乘1200扎 然后呢 这是R2 R2 0.011个meter Square 然后分母是两倍的 0.15个meter Meter OK 好 那么算出来 2.29 10的负 3次方 Henry 那么等于 2.3个 MiliHenry 照理说 你在计算的时候 这个里头的单位都要写 我这里是节省一些时间 我就不写了 我们一般都要写出来 好 这个是互感系数的一个 例题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看 线圈 它有串联 有并联 就是一个线圈 我们知道一个电路上有线圈的话呢 它电流如果会改变的话 那么会产生 感应电动势 当你电流越来越大的时候 感应电动势的方向跟电流相反 电流越来越小的时候 感应电动势呢 跟电流的方向相同 那么 我们一个 我们现在就看 片圈的 串联 好 线圈就是我上一次 画出来这样的一个符号 一个 两个 N个 那我们都是把他的 字感系数写出来 我们写在 好 就写这里 字感系数写出来 好 如果这条路上面 这是Va了 positive 这个是 Vb negative 就是 Va要比Vb的电位要来得高 如果是串联的话呢 就是经过每一个电感器的电流都是同一个电流 同一个 好 那现在我们 就看 电流经过这个 如果电流增加的话 我们现在就当作这个 Current 在随时间的增加 随时间增加的话呢 它就会产生一个 电 产生一个 感应电动势 L1 这个 这边增 这边负 因为它增加嘛 它的感应电动势跟它相反嘛 那这个呢 它就会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势 负的 DI 也是DI over DT 称负L 那这个地方就是 有一个负L N DI over DT 那么 VAB就是这两端的 电压 等于这个电压 加这个 加这个 所以它就是等于负的 我们把 DI over DT 提出来 里头就是L1 加L2 加LN 我们这么做干什么呢 我们说 这个 可以用一个等效的 线圈 来取代 它相当于这个 Equivalent Self-Inductance 那么这个是电流 VA VB 可以用这个来取代 如果你从这个式子来看 它这里会有看的 它这里会有一个负L Di over DT 那这个 它是等于负的 L1 Di over DT 所以 比较这两个式子 我们就知道 等效的电感 等效的电感 那么 是这样子 所以 我们就有 Equivalent Self-Inductance 等于L1 加L2 加到LN 所以它的形态 跟电阻的串联形态 差不多 好 这个是 串联的时候 好 我们看 并联 好 并联的话 那就是这样子 这一个 第二个 L1 L1 L2 LN 好 我们把这一端 通通接在 A端 好 那这一端呢 通通一起 接到 V B VB这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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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从这里 过去的电流 总电流 是I 到这里就 分电流 I1 I2 IN IN OK 好 因为这是 并联 所以每一个 电感器 两端的 感应电动式 都相等 都相等 好 那么 我们就可以写成 他们的感应电动式 都是 V A B 要等于 负L1 DI1 over DT 也等于 负L2 DI2 over DT 也等于 负LN D DI1 over DT 好 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这个 这个样子的话呢 那它就可以等于负的L1 DI DI over DT 那现在啊 我们就把这个 DI over DT DI1 over DT 它是等于 负的 VAB over L1 DI DI2 over DT 是等于负的 VAB over L2 等等 那么 这个也一样了 DI over DT 是等于 负的 L1 分子 VAB 那 I是等于 I1 加I2 加I3 加I4 所以我们就有 这个关系 I等于 I1 加I2 加IN 所以 DI over DT 它就等于 DI1 over DT 加DI2 over DT 加 DIN over DT 好 DI1 Di over DT 呢 它是等于 负的 VAB over L Equivalent 好 这个要等于 负的 我们可以把 VAB 提出来 好 这个 就等于 L1 分子 L1 加L2 分子 1 加L N 分子 1 我们比较这两个 我们就知道 Equivalent Self Inductance 要等于 每一个 并联的 电感器的 自感系数 导数 之和 OK 这个是 并联 并联 这个形态就跟 电阻的并联了 差不多 好 这个是讲到 我们有几个线圈 线圈叫做Coyle Coyle Coyle就跟感应器一样 感应器 Conduct 不是 Inductor 这个就等于 Inductor Inductor 好 好 那现在我们 呃 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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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